下面我们学习第四个大问题 关联方披露 首先看括号一 关联方关系的认定 哪些属于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关系 我们是以控制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 为前提条件来进行判断 也就是说 如果具有控制 共同控制 或者重大影响的关系 则属于关联方关系 另外呢 我们在判断 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时 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 实质重形式 关键看实质 经济实质 而不在于它的法律形式 那么关联方关系 主要包括以下 十三个方面 第一个 该企业的母公司 不仅包括 直接或间接控制 该企业的其他企业 也包括 能够对该企业 实施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的单位 这句话怎么去理解 首先 看第一点 该企业的母公司 和该企业 属于关联方关系 画个图表来说明一下 大家思考一下 下面这个图表 其他企业的其他企业 也包括对该企业实施 直接或间接控制单位 什么叫单位 其实就是行政单位 事业单位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有一家上市公司 叫信业证券上市公司 它的母公司是谁呢 福建省财政厅 拥有其20.44%的表决权股份 是新业证券的母公司 但是福建省财政厅 它实际上是属于行政单位 那就是这儿 单位的意思 有的呢 还有事业单位 某某公司 上面的控股母公司 属于事业单位 也有可能的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该企业的子公司 还是以刚才这个图表为例 这个时候该企业是谁 是A了 站在A的角度 它说B是我的关联方 对的 其实一和二是一个问题 两个方面 都是母子公司控制关系 无非第一是站在子公司角度 它说母公司和我是关联方 第二是站在母公司角度 它说那个子公司和我是关联方 这不就很好理解了吗 再看第三 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看这个图表就比较容易理解这句话 A公司B公司同受甲公司的控制 三其实说的是 A公司和B公司同受母公司控制的 A和B是关联方关系 其实三也是基于控制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把一二三 归纳一下 都是有关控制的 一和二 是纵向的关联方关系 三 是横向的关联方关系 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是关联方 那就对了 一和二是母子公司 纵向的关联方关系 三是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是很一向的关联方关系 讲完以后你就理解了 接下来看四 A公司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请大家看这个版书 A公司和B公司分别拥有C公司 50%的股份 C公司属于合营企业 这是我们在第六章学习过的合营安排的内容 C是合营安排 并且C是合营企业 那么该企业 大家判断一下 对照这个版书 这个该企业说的是谁 说的是C 对C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A啊 B啊 意思也就是说 站在C的角度 A是我的关联方 B和C是关联方 因为A和B都是对C实施共同控制 这里面的共同控制包括直接的 也包括间接的 同时请注意这二个提示 不能因为A和B都是共同控制C 我们把它A和B理解为是关联方 这是错误的 投资方之间 也就是合营 这些投资方又称之为叫什么 叫合营方 或者说叫合营者 合营方之间 并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俩都是共同控制C 就认为我们俩是关联方 那是错误的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A和C是关联方 没错 B和C是关联方 没错 但是A和B 不能仅仅因为这么个关系 而判断它是关联方 五 对于该企业实施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对照这个版书 这个该企业是谁 丙公司 站在丙公司角度 甲持有丙20%具有重大影响 乙持有丙25%具有重大影响 那么他俩是投资方 意思也就是说 站在丙的角度 甲和丙是投资 是关联方 乙和丙是关联方 同样的道理 这里面重大影响 不仅包括直接重大影响 也包括间接的重大影响 同时有一点提示 和刚才道理是一样的 不能因为你们两个 甲和乙都是对丙公司 具有重大影响 然后就认为 甲和乙也是关联方 那是错误的 投资方之间 不能仅仅因为这么个关系 就认为他俩是关联方 不可以的 甲和丙是 乙和丙是 甲和乙不一定是 六 该企业的何因其余 这个六的图表 就是我们前面四的图表 这个时候 这个该企业是站在谁的角度呢 站在A的角度 或者是站在B的角度 站在A的角度 或者站在B的角度 他说C是我的合影企业 所以是关联方 对的 四和六 同样的是一个问题 两个方面 四和六 都是共同控制 只是站在两个角度 站在C的角度 说A是我的关联方 B是我的关联方 或者换一个位置 站在A的角度 他说C是我的关联方 或者说站在B的角度 他说C是我的关联方 同样的 A和B不一定是关联方 不能因为仅仅这个问题 判断是关联方 不可以的 这儿的何因企业 请注意 包括 还包括何因企业的子公司 比如D公司 是一个子公司 那也是关联方 这是六 七 该企业的联营企业 结合下面这个版书 其实这个 该企业是假 或者是义 联营企业是那个饼 说明什么 说明五和七 也是一个问题 两个方面 都是一个问题 重大影响 无非是站在角度不同 站在被投资犯的角度 还是站在投资犯的角度 前面五是站在饼的角度 那今天呢 七是站在假 或者义的角度 站在假的角度 饼和假是关联方 站在义的角度 饼和义是关联方 这个联营企业 还包括联营企业的子公司 比如说丁公司 是他的子公司 也可以 也是假的关联方 这样的理解 好了 七个方面讲完了 归纳一下 一二三是一个问题 都是控制 包括纵向和横向的 关联方关系 四和六是一个问题 那就是共同控制 五和七是同一个问题 重大影响 无论是站在你这边 站在我这边 是不是 不同的角度 好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接下来八 八九十三个 是和自然人有关系的 刚才前面讲的主要是讲 站在企业角度 那么八九十 这个中间 有自然人的在里面 该企业的主要投资的个人 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比如说 张三是拥有假公司 百分之六十的股份 控制这个假公司 张三是自然人 主要投资的个人 那么张三是 站在假公司角度 张三是他的关联方 没错 同时与张三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也是假公司的关联方 比如说 张三的儿子 张小三 那也是假的关联方 就这样的理解 下面九 该企业或该企业的某公司 关键管理人员 甚至包括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都是他的关联方 这个关键管理人员 在林建设注意 包括哪一些呢 董事长 董事 董事会秘书 这个是董事会秘书 董秘 上市公司不是有董秘吗 咱们有的同学 我有一些 有的学生 考出注册会计师 其实同时 又是财务总监 然后呢 又做了董事会秘书 不是你们单位前台那个秘书 那不是关键管理人员 另外还有谁呢 还有总经理 总会计师 还有财务总监 还有主管 各项事务的副总经理 比如说常务副总等等 像这些属于关键管理人员 换个图表来说明一下 就刚才这个9 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 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和该企业是关联方 举个例子 王无是财公司的董事长 那他是该企业 他的关键管理人员 跟该企业肯定是管理方 王无是财的董事长 肯定是财的管理方 同时请注意 李四 李四是财公司的母公司的总经理 我主要是想考察一下 大家要重视这个 以前我们教材没有 后来教材加了这几个字 该企业母公司的高管 也是假的管理方 就这个李四 也是假的管理方 是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 甚至这里面 还有他们俩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也属于假的关联方 十 该企业主要投资的个人关键管理人员 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这些控制 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 注意 十 不一样 和八九不一样 八九是判断下来是 自然人和企业是关联方 但是十 依旧是企业和企业是关联方 但是中间 只不过中间有自然人 作为一个扭带 导致他两个企业属于关联方 比如 某一个企业与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 或者主要投资者个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 或者是该企业的关键关联人员 以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我不再一个个展开 我把四画的图表说明一下 图表一画就直观了 李某是甲公司的董事长 李某的太太王某是乙公司的财务总监 那么请注意 甲公司与该企业关键管理人员李某 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王某是他的太太 控制 共同控制 就包括关键管理人员在里面的 这种其他企业 其他企业谁 李公司 绕了半天 就是说甲合一是关联方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俩的关系 所以它是关联方关系 因此请大家注意 八和九说某个自然人和企业是关联方 十呢 还是说企业和企业是关联方 只不过自然人在中间作为一个扭带 导致这两个企业成为关联方 就这样来理解 接着十一 当于企业关键管理人员服务提供方 与服务的接受方 是否是关联方关系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服务提供方 服务的接受方 看下面一个例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甲证券公司设立并管理一个 以资产管理公司 然后向以资产管理公司 提供关键管理人员 提供服务 那证券公司甲这就是服务的提供方 资产管理公司这就是服务的接受方 那么如果是这么一个关系 那甲和以是否是关联方关系呢 请看下面这张表 站在甲的角度 请注意 不一定是的 甲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也就是服务的提供方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不能因为仅仅向对方提供 关键管理人员的服务 就认为是管理方 不能这样的 除非你们俩有其他的管理方关系 否则不能因为这么一个提供服务 就认为是管理方 但是站在以的角度不一样 以服务的接受方 也就是资产管理公司 它在编制财务报表时 应当将对方假作为管理方要披露 当然在披露时 请注意 哪个可以披露 哪个不可以披露的 以公司 可以不披露服务提供方 所支付 应支付给服务的提供方 有关员工的报酬 也就是说对方呢 假给这个员工的报酬 你不需要披露 但是我们应当要披露什么呢 我们付的多少钱要披露 这是一个管理方交易 好 掌握这两点 服务提供方 以及服务接受方 分别怎么处理 口径不一定是一致的 下面十二 这个呢 是一个考点 因为这个考点 是最近几年增加的 所以这几年都一直在这考 也是每年给大家强调 因为前面说的话 很多都考老掉牙了 考了十几年了 那这个是刚刚才出来 这几年刚出来 我记得印象是2020年刚出来的 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 其他成员 包括某公司和子公司的 合营企业或者 年营企业是管理方 为什么很会考啊 一是新的 二 你看不懂呀 你很难判断这句话 你很难 就是说通过这句话 你很难判断 这什么意思 那下面我给大家画个图表 就直观了 某公司A 下面有两个子公司 一个是B 一个是C 假定每个人都有 各自的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某公司A 有它的合营企业A 联营企业A2 子公司B 有它的合营企业B1 和联营企业B2 同理C也是如此 有合营企业C1 联营企业C2 既然你们ABC三个人 是某子公司的关系 那就是一家人 那你们三个人是一家人 那肯定是关联方关系 那没错 对吧 那现在好办 我教你一个方法 既然我们ABC三个人 这个圆圈一画 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那么A的关联方 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 B的关联方 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C的关联方 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都是鸽子的亲戚 我们三个人是一家人 那么你的亲戚 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亲戚 那就行了 啥意思啊 圆圈外面的人 所有人 合营企业 不管是谁的合营企业联营企业 和我这个圆圈里面的人 都是关联方关系 这不是很好理解吗 我们三个人是一家人 那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 是不是啊 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 就可以了 就是关联方 再对照前面 企业 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的 比如这个企业是 谁呢 A啊 或者是B啊 或者是C啊 你站站在任何一个人角度 和我们企业集团里面的某公司 别的子公司 你们的合营企业 你们的联营企业 和我就是关联方 不管是站在ABC的角度 你们的联营企业 你们的合营企业 就是我的关联方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是亲戚 我们三人是一家人 那么你们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 就这样的理解 十三 也是和十二是同时增加的 这也是考点 过去三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我仿佛强调这一块 今年依旧强调这一块 几乎每年都考的这一块 一个是新的 一个就知道你绕不清这个东西 就喜欢出题目 再来看十三 企业的合营企业 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 与企业的联营企业 是关联方 怎么理解呢 我画个图表 你这样考试的时候 把这个图表一画 他们俩的关系 你看文字很抽象的 你在操考试上图表一画 是不是关联方系就清晰了 企业 这个企业是谁 就是A A 站在A的角度 A的合营企业谁啊 甲 我们就一 这是A A的合营企业谁 甲 甲与谁 甲与A的其他合营企业 就是A的合营企业 与A的其他合营企业 谁啊 丙 是关联方关系 和 还有和谁啊 和其他的联营企业 和起A的联营企业 A的联营企业有谁咯 这两个都是A的联营企业 那就是 那就是说 A啊 丁啊 都是关联方关系 站在谁的角度 请注意啊 企业的合营企业 企业是定语 这是主语 学好语文很重要 企业的合营企业 甲 甲和谁是关联方 甲和就是甲和企业 A的其他合营企业 谁 丙公司 是他的合营企业 是关联方 然后和丁公司和乙公司 也是关联方 同理 你说一下 你也说一个 还是就这句话 我再表达一遍 站在丙的角度 企业的合营企业 A的合营企业 丙 丙是他的合营企业吧 与 A的其他合营企业 谁 我现在站在丙的角度了 站在丙的角度 题目问 让你判断 站在丙的角度 谁和丙是关联方 A的合营企业 丙 与A的其他合营企业 假是关联方 A和A的连营企业 一定是关联方 那考试题就出来 是不是啥 就很多了 但是我提醒大家 这只是站在合营企业角度 你看 无论是这个图表上 站在假这个合营企业 还是站在丙这个合营企业的角度 其他的合营企业 是我的关联方 其他的免疫企业 也是我的关联方 但是请你注意 我们只说站在合营企业角度来判断 别的合营企业是关联方 别的联营企业是关联方 没错 但不能站在联营企业角度判断 合营企业对其的影响程度 要比联营企业影响程度要高 本身一个是影响程度最高的叫控制 其次就是共同控制 合营企业是共同控制 没错 对吧 这两个影响程度高 但是联营企业不行 比如说我站在业的角度 我问大家 站在业的角度 A是他的关联方吗 那肯定是的 因为A是我 我是A的联营企业 A肯定是我的关联方 甲是我的关联方吗 甲是的 因为刚才站在甲的角度已经判断出了 甲和义都是的 丙是我的关联方吗 是的 丁是我的关联方吗 那不一定 联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之间是不一定的 不能因为你们俩同受A的重大影响 就认为你们俩是关联方关系 这不一定 如果没有别的关联方关系 那么一和丁不是的 这一块呢 我再板述一下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 如果你站在甲的角度 谁和甲是关联方啊 丙肯定是 丙也是合营企业 我是A的合营企业 你也是A的合营企业 那我们俩是关联方 E是A的连营企业 丁是A的连营企业 那行 那也是我的关联方 A本身肯定也是我的关联方 这没错 但是同时站在丙的角度 道理是一样的 B也是合营企业 站在丙的角度 他说 甲是A的合营企业 那行 你也是A的合营企业 我也是A的合营企业 我们俩是关联方 丙和丁也是 你们俩都是A的连营企业 那就可我也是关联方 但是 一和丁如果不存在其他关联方 关系 一和丁不是关联方 后面我们会讲一句话 在这先说一下 两方或两方以上 我们就说两方 以丁 受同一方A重大影响的企业之间 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如果没有别的关联方关系的话 不能因为你同受A的 这是这个企业谁 是A吗 受同一方重大影响的企业之间 这个A在这写了 同一方就是A 企业之间就是 一和丁之间 不能算关联方关系 好了 图表一画就清楚 这版书给大家写了一下 归纳一下 你按照什么思路呢 和音企业与和音企业没有问题 那和音企业与年音企业呢 行 但是年音企业与年音企业不一定 你按照这个思路来就行了 好 那下面学习完了 我们就动手来练习一下 看你是否理清这个思路 这是去年的考题 其实20212020年都考了 时间关系的那些题 你们刻下去做复习资料 我们这儿就简单 就只讲2020年的考题 以公司为假的子公司 我们看题的时候 我就画图表了呀 图表一画就直观了 丙公司是假的合音企业 丙公司是假的合音企业 丁公司是假的年音企业 这样画吧 假的年音企业 这个图表 这两个是母子公司的关系 这是子公司 这是合音企业 这是年音企业 其实我觉得图表一画 就很迁徙了 你就对照A B C D 一个一个判断来选项 假和已是关联方吗 毫无疑问呢 你们两个是母子公司 一和丁是关联方吗 说一说判断一下 前面我讲过 假仪是一家人 对吧 母子公司 那就好办了 你的亲戚也就是我的亲戚 丙和丁是假的合音企业 年音企业也就是说是 丙和丁是假的亲戚 那意味着也就是乙的亲戚 一和丁没错 一和丙也是 丙和丁呢 丙和丁算吗 也算的 刚刚画过版书的 年音企业与合音企业之间是可以的 丙和丁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丙是个年音企业 那就不行了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这道题 ABCD 你看我这图表画的 就很直观 你就很看 很明显 你在考试的时候 又简单的写一写呗 就出来了 所以这道题四个答案全部正确 好 这是一道题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道题 假拥有丁和丁两家子公司 这不就是我当时 去年考完题以后 我开玩笑 我说 不就是模范讲义的题 那个图表画出题吧 其实我记得在2021年 我在编青丝的时候 就是有这种极为相似的题目 因为这里就是个考点 我们能揣摩出来 这肯定是个考点 也编了类似的题目 其实考的题目就是类似的 假以丁丁都是这样 假拥有丁和丁两个子公司 丁公司是丁的年营企业 巫公司是丁的年营企业 这不就是前面画过的表吗 是不是 你们三个人是一家人 这没错吧 三个人是一家人 那就好办了 假公司与丁是关联方关系吗 是啊 假以丙是一家人 那么乙的亲戚 丙的亲戚都是假的关联方 所以假和丁是的 乙和丙 你们俩肯定是哦 一家人呗 在这个圆圈里面的 丙和丁 丙 丙和丁是关联方关系吗 是啊 假以丙是一家人 你的亲戚就是我的亲戚啊 你按照我这个原则 不就好办了吗 是不是 假是某公司 看我们前面那个图表 我前面不是给大家讲十二的时候 讲过这个图表吗 假是A是某公司 两个子公司 你们的亲戚就是我们的亲戚 我们三个人是一家人 俗话说 这两个是父辈的亲戚 老亲 这两个是下一辈的亲戚 新亲 老亲 新亲都是亲戚 是不是啊 那怎么 怎么 你们也有亲戚关系 是不是啊 食物当中是不是这样的 你们家里面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老一辈的亲戚 跟你是亲戚关系吗 当然是的 你的新一代的亲戚 也是亲戚啊 是不是啊 那亲家呀 是不是啊 那亲家当然是亲戚了 你的岳父岳母碰到你的爸妈 算亲戚吗 当然也算亲戚了 我们是亲戚呀 好 不就理解了吗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再继续啊 还有一个 丁公司和物公司是关联方吗 哦 这两个不是 因为题目巧妙在 你俩人都是联姻企业 我前面说过 都是联姻企业 看一下 那不行 是不是啊 所以你按照我这个图表的方法 那题目答案就很 两份送给你的 钟朱协爸爸送给你的 好了 这道题ABC 三个答案 接下来 那么到这为止 关联方案关系的判断13条 讲完了 尤其12 13 最近三年都在考 不管今天还考不考 我们这一块 还是要关注 因为一直都在考这一块 你看 这个频率太高了 这是很罕见的 因为这一章本来内容就挺多的 能够每年都考 因为不同的批次上 可能这套试卷有 另外一套试卷没有 你考完以后说没考到 另外一个同学说我考到 所以说明什么 全面复习 你不能猜测 你那套试卷会不会考这个题目 你有这个本事吗 不可能的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谁是谁呢 与该企业发生日常晚来的资金提供者 公共事业部门 政府部门 机构等等 比如说 银行是我的资金提供者 银行 然后你说银行就是你的关联方吗 我长期在这银行开户 也经常在这个银行的贷款 然后你说银行就是我关联方 还有那银行要真是我的关联方 那太好了 还有公共事业部门 水电 国家电网 因为你们长期在这 是个企业的用电大户 你说国家电网就是我关联方 这是真是包打腿了 是不是 不能算 政府部门也是 也不能算 为什么 比如说 我每个月 国家在税务局要报税的 你说税务局是我关联方 哎呦 那要是关联方那太好 该免得把我免了 是不是 别交了 关联方呀 关联方交易 很多不一定是正常的交易 不是 这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第二 与该企业共同控制 合音企业的合音者之间 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吗 什么合音方 合音者 通常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A公司和B公司分别拥有C公司 50%对C公司具有共同控制 C是合音企业 不能因为你们俩共同控制C 所以A和B是关联方 不可以的 A和B之间 不可以 通常不构成关联方关系 除非你有别的关系 好了 那这个图标画在这儿的 A公司和B公司 他的身份叫合音方 或者叫合音者 C的身份叫合音企业 好 接下来第三 不能因为仅仅同受国家的控制 然后就认为你们俩是关联方关系 有人说 我是国有企业呀 你也是国有企业呀 我们的实质控制人都是国家呀 国资委呀 那我们俩是关联方关系 那不一定的 有一天 千里之外 一家国企到我这来了 那你是国有企业 我也是国有企业 构成关联方关系 这个前面说过了 A企业对B 具有重大影响 A企业对C 具有重大影响 A和B似的 A和C似的 但是B和C 不能算 不能因为仅仅这么个事 认为它是关联方 不可以算 B和C B和C受同一方 A的重大影响 前面不是讲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我刚才说的 年龄企业与年龄企业之间 不能算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你想一想 在这道题里面 在这个图表里面 B和C不都是A的年龄企业吗 不能因为我是A的年龄企业 你也是A的年龄企业 所以我们是关联方 不可以的 这和刚才前面13条 不冲突 口径完全是一致的 OK 好了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关联方交易的类型 这一块主要注意一下 总共12个方面 注意一下 11啊 12 11 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 高管的薪酬 是关联方交易 你是关联方 然后每年给你的薪酬 工资 薪金 那是属于什么 属于 关联方交易 所以我在前面讲股份支付 还想说过这句话 我们有时候没事干啊 上市公司年贸公布出来 全部公布完毕以后 像2022年 上市公司年贸正在公布 等到4月30号 全部公布完了以后啊 我们没事干 就把上市公司 这个高管的薪酬排名 看一看谁 谁今年拿的最多 哎呦 谁今年1800多万 新年薪 那其实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 它是一种关联方交易 另外一个是与合 这个或有事先有关系的 叫代执行合同 也是的 好 接下来第四个 关联方的披露 无论是否有关联方关系 这里面掌握两点 无论是否有关联方关系 某子公司的信息都要披露 这样是某子公司 不管你们俩 有没有发生关联方交易 都要披露下的信息 某子公司的名称要披露 如果某公司不是这种控制方 你还要披露这种控制方是谁 某公司的上面还有老走走 把老走走都给披露出来 其次还有注册资本是多少 还有持股比例 以及表集圈比例是多少 都要披露 接着下面一个提示 夏令各方构成关联方关系 构成关联方的 应当要披露以下内容 第一是 企业与所处企业集团 其他成员的合姻企业和联姻企业 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12 我们是一家人 那么你的亲戚合姻企业 联姻企业是我们的关联方是吧 我们现在讲的问题 不是判断是不是关联方 已经肯定是了 前面说过的 我们要把这个关联方关系呢 要在报表付出里面说出来 告诉人家 我们作为报表使用者 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 我们要通过报表 你直接告诉我就行 就是刚才这个图表 我们是一家人 那么你们的亲戚和我都是关联方 刚才不是说了吗 这是老亲吗 是不是 这两个是子公司的亲戚 是新亲吗 你们之间可能是亲家关系 是不是 那是关联方吗 是这样的 是关联方 今天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你要披露 接着二 也是刚才讲过的 十三 是前面的第十三点 合姻企业与其他合姻企业 联姻企业是关联方 这个联姻企业包括子公司 合姻企业包括子公司 这个前面其实提过了 我们今天讲的意思是 你们是关联方 已经判断好了 是的 报表付出 你们要说出来 就这意思 披露 好了 接着第二点 刚才第一点讲的是 不管有没有关联方交易 那么第二点是 如果发生关联方交易 则应当披露三点 没有发生关联方交易 这三点不要披露 哪三点呢 第一 你关联方关系的性质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 老实交代 是某子公司的关系 还是合姻企业的关系 还是共同控制的关系 就这意思 交易类型 前面刚才说过有十一条 十二条吧 前面我看一看 十二条在这 然后第三 交易要素 哪些呢 一二三四 像这些曾经考过期 现在是属于老掉牙的 你们都考了十几年了吗 曾经在这出过题目 那继续考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还是要全面掌握 第三点做上记号 选择即选项 对外提供合并财务报表的 那么对于已经包括在合并范围内的各企业之间的交易 要不要披露 什么叫各企业 某公司和子公司的交易 子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这些是关联犯交易 没错 但是 因为要提供合并报表 而在合并报表当中 等我们学习后面二十七章就知道 合并报表里面 要将某公司与子公司 以及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内部交易需要抵消 因为抵消了 所以就不要披露了 哎 那不就理解了吗 是不是 那考到这个题 马上我就能 我有个逻辑在这 是不是 我就能判断的说法对错 而不是死尽用备的 OK 关联方关系就这些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最后一节 中期财务报告 哎 这个呢 也是隔三差五的考译项 我前面曾经说过 以前在2007年以前 中期财务报告是 它本身是一个会计准则呀 以前是作为一章的 那么每年都相争性的考译道题 这些年相对少一点 那就隔三差五的考译道 什么叫隔三差五 两三年考一次 三五年考一次 你不能去猜测 这种投机的 可能到最后就是博弈了 是不是 可能你少花的是 你说这可能不太考 后来果然你这套时间 你没考到 那就是博弈 你少花时间了 但是你的风险大了 是不是 风险大 收益可能高 你学财管知道的 收益 风险大 收益高 为什么 为什么收益高 你少花时间了呀 但是你的风险大 一旦考到了 你就不会 那这里面呢 给大家讲一下 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期财务报告的定义和构成 中什么叫中期财务报告 就是以中期为基础编制的财务报告 我还是听不懂 说白了 比如像上市公司 他不仅要公布年报 还要公布半年报 季报 包括一级报 半年报 还有三级报 是不是 你看最近上市公司 马上 最近上市公司 正在录取公布2020年的年报 现在已经四月份 那实际上 你马上就要在四月三十号之前 还要同时公布什么 2023年一级报 一级报 就是属于中期财务报告 只要是短于一年的 都是中期财务报告 第二个问题 中期财务报告的构成 包括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负注 这是最少的 最起码有这一些 它的表格格式和年报是一致的 另外呢 中期财务报告的负注 相对于年报来说 要简化一些 年报要求高 我们等一会儿还会讲到 同时这些负注在编制时 要增选一个原则 叫重要性原则 这些都看一下都很好理解的 我们就过一遍 第二个大问题 中期财务报告的编制要求 指的是财务报告 证表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等等 首先是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时 要增选的一些原则 一是一致性原则 什么叫一致性原则 我说一个观点 你掌握这个观点就可以了 中期财务报告 必须要服从年度财务报告 你不管是半年报还是季报 你必须要和年报要求是一致的 不能冲突 包括会计确认的计量的原则 都要保持一致 资产要受 负债要受 年报是怎么要求的 你办 你的中期财务报告 必须是一致的 不可以冲突的 第二个原则是重要性原则 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讲的 它是比较简化的 可以说 以重要性来判断 在判断重要性的时候 应当以中期财务数据为基础 而不得以预计的年度财务数据为基础 而且这个中期财务数据 请注意 不仅包括本中期 还要包括年初至本中期末 乍一听都有点抽象 因为毕竟我们在事物当中不太关注这一些 即使你是财务人员 我们只有在上市公司里面可能更多的有这些 我举个例子 你就听懂了 这一块经常靠选择集 问你这句话对错 举个例子 大家就听懂了 假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 具体存货贴价准备100万 第三季度实现经济润才200万 说明什么 我就问 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 当然重要了 价在三季度来讲 占50% 影响经济润占50% 预计全年实现经济润5000万 那么假公司在三季报里面 对于这个事情 这么一个交易事项 判断是否属于重要性 在判断重要性时 应当以中期财务数据为基础 中期财务数据包括本中期 就三季度叫本中期 也包括一到三季度 也就是说这个100万 假如在三季度里面不重要 假如在三季度里面不重要 但是从一到三季度 它占的比例还是很大 那同样是重要性 所以我们这儿的中期财务数据 不仅仅是包括三季度 本中期算一下是否重要性 比如超过10%多少 同时还要考虑 从一季度到三季度末 三个季度里面 是否具有重要性 也要考虑的 有可能在本中期不重要 但是在一到三季度 它很重要 那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不可以 以预计的年度财务数据来算 比如说 你说这100万除以5000万 这多少 才2% 那不重要 然后你说那不重要 不可以 不可以以预计的年度财务数据 只能以本中期和年初至本中期末来算 考试题就考这个 这句话 判断对错 有可能改一下 好了 那这个例题的答案呢 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口图已经分析了 接下来第三个原则是 即时性原则 什么叫即时性呢 有的同学熟悉 上市公司这个报表啊 有这样一个要求 证监会对这个有要求的 我在这补充了一个资料 做参考 帮助你一点 考试不考这个 这是你的公司法里面的内容 而是你们经济法考的内容 年报要在四个月之内 比如说2022年年报 要在今年4月30号之前 要进行披露 对吧 公布 个别公司出了这种问题 到4月30号都还没公布 五一节过来还没有公布 然后怎么样呢 证券交易所要予以谴责 这公司肯定有问题了 你要是买了这个公司股票 如果到4月30号 年报还没有公布的话 我告诉你 你买的股票肯定踩雷了 曾经有一家上这公司 公布 我4月30号 他在五一节之后 公布这个信息 他说我去年的年报 还没有公布 主要一个原因 我现在还没有招到财务 没有会计 没人敢去 人家就看着公司就好怕了 等等等等吧 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是年报 为什么给四个月呢 我们在后面讲资产负债表 任何事件都会讲到 1月1号到3月到4月30号之间 我们不仅要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要把整个公司的个别报表 合并报表都要编出来 是不是 关键还有一件事 年度审计 年度报告必须要经过审计 上市公司 那中期财务报告呢 那要求就低了 中期财务报告 中期报告 这个中期报告又是半年报 说白了就是半年报 半年报要在两月之内 也就是7月1号开始 到8月31号 8月31号 季报呢 比如说一级报 目前正在开始公布一级报了 要准备公布一级报了 那么一级报到什么时候呢 那就是一个月之内 比如说一季度的报表 在4月30号 4月1号开始 那就到第三个月的结束后 不就4月1号开始吗 在4月30号之前 那么半年 那个三级报呢 三级报 那就是在10月31号之前 10月31号之前 要完成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年报给那么长时间呢 要审计啊 半年报 中期报告就是半年的 俗话讲半年度报告 还有一个纪录财务 纪录报告 一级报三级报 这些 政监会不要求审计 因为要审计 那就麻烦了 你要知道一个年报 就搞几个月 然后如果上市公司的 如果上市公司一级报 半年报三级报 都要像年报一样的那样审计 我告诉大家 咱们考CPA的希望就太大了 为什么 注册会计是人手不够 放要文 要把这个题目要容易一些 给大家很多人考60分才行 为什么呢 那工作量多大呀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事务所里面 一般来讲 这段时间是最满的时候 年报审计啊 所以年报审计完了 有的同学呢 才有时间去复习 为什么我们的考试 翻到八月份 翻到九月份 以前曾经翻到九月份 十月份 现在改到八月几 因为那一段时间 事务所相对来讲 要清闲一点 是这样一个原因 那么这里面问题就来了 我们在编制报表时 要求要及时 中期财务报告要及时 为什么 赶紧出来 从获 年度报告 我必须要实力盘点啊 但是我一级报 半年报 三级报 我可能就不要盘点了 我怎么样呢 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估计 我这么一说 选择题 这句话 你就理解了 对于年度财务数据来讲 在很大程度上 中期财务报告 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估计 就是这样的理解 好 三个原则 给大家分析了 然后理解的基础上去掌握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中期合并财务报表 和母公司财务报表的要求 这个很好理解 如果122年度 你编了合并财务报表 那么中期期末 也必须同时 口径一致 编合并财务报表 同理 如果122年度财务报告 有母公司财务报表 那么你中报里面 也应当包括母公司财务报表 选择题 问你对错 接下来一个提示 如果122年度财务报告 包括了合并财务报表 然后在今年 报告中期 把某一个子公司给处置了 那你今年的中期财务报告里面 要包括在子公司 处置前的相关信息 那是你处置前还是在的吗 那你中期财务报告 必须要反映出来 因为你之前 这个合并财务报告里面 本来是有它的 它没有处置之前是有它的 你现在处置已处置了 那你处置前的 这个相关信息应当包括的 这是处置 那么如果是新增的子公司 我并购了一个子公司进来了 那我当然在中期末也应当把它 纳入进来 可以了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比较财务报表编制要求 意思也就是说 有几张中期财务报告 分三张表来说 我先讲资产负债表 两张 资产负债表要同时提供两张报表 一个是本中期末资产负债表 一个是上年度末资产负债表 我在这举个典型的例子 那就是三级报 你们不妨上班摸鱼时间 下载一张去年的上市公司 随便你熟悉的上市公司 都可以下载一个三级报 看一下它的报表 有的比较规范的 有的不是很规范的 你尽可能找的比较规范一点的 那么某一家上市公司 三级报资产负债表 必须是两张表 一张是本中期末 什么叫本中期末 那就是2023年的9月3号的一张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必须是某一个指点 我说过这句话的 还要一张报表是什么 上年度末的资产负债表 就是2022年12月31号的资产负债表 就是这有的合在一块 你找不到两张表 其实它把数字都列在一张表里面 这就是上年度末的 这就是本中期末的 本中期末就是期末的 9月30号的呀 比较 这是资产负债表 第二再看利润表 利润表有几张表呢 本中期利润表 年初至本中期末利润表 上年度可比期间 一润表几张 有同学说三张 我告诉你四张 那是因为上年度末可比期间 包括以上年度可比中期 以及上年度年初至上年可比中期末 听不懂了 我给你画个图表 你就认识了 首先要提供什么报表 本中期 什么叫本中期 一定要听清楚三季度 比较好理解这个问题 三季度本中期的意思就是说 七到九月份的 三季度你实现的收入多少 成本多少 发生的成本多少 利润多少 除此之外 还有年初至中期末 是什么意思 一到九月份的 这是仅仅是七到九月份的 你还要披露年初至本中期末 一到三季度的利润是多少 那么接着还披露什么 上年度可比期间 可比期间就是和你刚才那两张表的 比较统一的统一个口径 但是是不同的期间 是可比期间 比如我这写的 去年七到九月份 这不就可比了吗 是不是 今年七到九月份是多少 去年七到九月份是多少 然后增长多少 下降多少 就看出来了 同理还要披露 去年一到九月份 这样与今年一到九月份 在一起可比了 所以总共是四张表 是不是 四张表 选择题就可以考 我让你思考一下 给你一个题目 你来分析一下 现在正在公布上市公司 2023年 马上要公布了 2023年一级报 我问大家 资产负债表几张表 两张表 没错 2023年3月31号一张表 还有去年的12月31号 上年年末余额 上年都末的余额 两张表没错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说问你是一季度的报表 利润表有几张报表 利润表有几张报表 刚才我说九月份 三季度的是四张表 我现在问你 一季度是几张表 一季度的 如果是一季度 你会发现问题 只有两张表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本期 本期的 大家想一下 本期是一到三月份的 是不是 上一期的也是一到三月份 然后年初至本中期末 上期也是至本中期末 也是一到三月份 叠加在一起了 所以如果问你一季度 只有两张表 其实就只有两张表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你理解了就能判断出来 好 接下来再看 现金流量表 几张报表 一个是年初至本中期末的 一个是上年度年初至 上年度本可比中期末的 几张 两张表 现金流量表和刚才利润表 虽然都是期间报表 但是只有两张表 因为他简化了 他只是比如三季度 他只说一到九是多少 去年一到九是多少 是这个意思 他不要七到九了 三季度啊 三季度 所以说他只有两张表 我们看这个表格 我画的表格就比较直观了 一个是今年一到九月份 一个是去年一到九月份 他不要七到九月份 利润表需要 所以利润表三季度 是四张表 现金流量表 只有两张表 你要现金流量表 要是一季度的话 那其实也是这两张表 是不是啊 一到三月份 好了OK 曾经考过选择题的 第四 中期财务报告的 确认和计量 第一个是基本原则 确认和计量的 就涉及到会计要素 六大会计要素 中期财务报告的 会计要素 确认计量的原则 要和年报必须是一致 当然了 资产的确认要素 确认的条件 年报里面是怎么要求的 你中期财务报告 你季报 半年报 肯定是 也是这样要求的 不可能是冲突的 记住我前面说过一句话 中期财务报告 必须要服从于年度财务报告 年度财务报告什么要求呢 你中期财务报告 必须要服从它 好了 这是第一 保持一致 第二点 在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时 中期会计量应当 以年初至本中期末为基础 一看到这个大家有点头疼 容易混淆的 后面还有一句话 也不太好理解 财务报告的频率 不影响年度结果的计量 这什么意思 我下面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这个举个例子比较直观一些 口读表达吧 你听起来特别抽象 甲公司于2023年1月1号 利用专门借款 专门借款资金 开工信件 一项固定资产 当日发生资产支出 专门借款 开工了 支出了 说明这一天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开始 开始资本化 然后两个月以后 3月1号 建造工程 由于资金周转发生困难 这是正常中断 还是非正常中断 非正常中断 但是甲公司预计在一个半月之内 我的资金就能补充上来 解决资金的周转问题 就可以重新施工了 既然是一个半月之内 那就说明 我预计不会超过三个月 说明 不要求暂停资本化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我们前面讲过 非正常中断 而且连续超过三个月了 那么必须要暂停下来 但是现在已经暂停了 我现在判断是 大概要多长时间 一个半月 既然一个半月 大家想一想 我在编制 3月31号 一级报的时候 1月1号到3月31号 编一级报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 一个月吧 这里面中间 是不是有一个月啊 3月1号到3月31号 这一个月 我认为不需要暂停资本化的 因为再过半个月 我资金就能到了 那么总共才一个半月 那我这段时间 他的意思说 我没有达到 应该预计 不会超过三个月的 所以我不需要暂停资本化 不需要暂停资本化 就意味着 这一个月的利息进哪了 依旧寄到 在建工程里面了 是不是啊 依旧寄到 在建工程里面 继续 所以在3月31号 蒋公司呢 在编制一级报时 没有暂停 没有中断资本化 将3月份的利息 资本化 进到在建工程了 但是后来事实发展表明 他到了什么时候 6月15号才 获得了补充的专门借款 重新开工了 那么6月15号 问题又来了 又到什么时候 看这个图表 又到了半年 二季度报表了 二季度报表 二季度报表 这家公司财务总监 又在想这个问题 前面是一个月 是不是啊 前面是一个月 当时在这儿呢 这一个月 我寄到在建工程了 然后在二季度里面呢 他认为啊 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四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六月十五号 两个半月 他说 如果站在二季度这么一个期间考虑的话 那我这是二点五个月 二点五个月也是不达不符合三个月的条件 所以我在这个二季度里面那也是在建工程行不行啊 那当然就不行了 你整个的看起来是超过三个月 为什么要整个的看 那就是前面讲过一句话 看前面 我们在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是计量 我们刚才说借款费用不就缺任何计量吗 必须要以年初至本中期末为基础 而不能仅仅按照本中期末 如果按照本中期末 那你是两个半月 那你说不要暂停的 那不行 我们必须要按照年初至本中期末 为什么呢 年财务报告的频率 不应当影响年度结果的计算 年度结果的计量 这有什么意思啊 意思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企业不编制一级报 二级二级都报表 三级都报表 纸编年报 如果这个企业纸编年报 大家想一下 这肯定是超过三个月了 那肯定是要寄到财务费用里面 是不是啊 那就说明什么 因为你的编制纪录财务报表 所以呢 你就和年度结果不一致了 你就影响了年度结果 那就不对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这说财务报告的频率 什么叫频率啊 频率就是次数 俗话说就是次数 不能因为你编了几次纪报 我编了一纪报 二纪报 三纪报 这就是频率 不能因为这个编制财务报告的次数多了 所以和年报不一致 那肯定是冲突的 因此 企业中期财务报告的计量 必须是年初至本中期末 意思也就是说 等你到了6月30号这个时候 你必须要从年初看到6月30号 如果从年初看到6月30号 那就发现这个期间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既然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说明这个期间都不能寄到再建工程 这两个半月不能寄到再建工程 还要把上个月已经寄到再建工程的 要转到财务费用里面去 这才是正确的 好 那这么一解释呢 我相信大家这一块文字性的题目能够理解 曾经考过这些选项 就这两句话 上面这句话画了横线 下面这句话也画了横线 画横线呢 我告诉大家是什么 是以往考题曾经考过的选项 提醒大家重视 好了 那么这道例题后面分析我就不用再说了 因为我刚才口头已经表述了 相信大家也能够离更 听我画图 比看这个文字更直观一些 接下来第三个问题 企业在中期不得随意变更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必须要与年度报表一致 前面说过 中期财务报告必须要服从年度财务报告 比如说假公司有投资性房地产 在年报里面是成本模式伎量 在中期财务报告里面 你搞了一个光云价值伎量 绝对是不可以 那么是冲突了吧 那么怎么作战呢 你把季报按公元价值伎量到年报的时候再调回去 那太麻烦了是不是 不现实 接着第二个问题是季节性的周期性的或者偶然性的收入 是哪个时候发生的 就寄到哪个时候 比如有的企业 农业企业 在九月份十月份的销售有很多收入 然后你说这个收入是全年投入进去的 我编制三级报的时候要不要把它分摊到全年里面去 不需要 你是该是这个期间就是这个期间 不应当预计 也不应当毕业 第二 企业不均匀发生的费用 同样的道理 也是在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时 比如说有的企业在年末 比如说国企啊 国企有的很多国企在年末 它就会有很多支付了 很多支付 要到年底了 有些费用就开始支付 拖到年底了 然后要支付 那么特别集中在年底 或者说有些费用在年初集中支付 那我在编一级报的时候 或者说编这个三级报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把它分摊呢 不需要 你是发生的时候予以确认 不可以予提 也不可以带它 除非 除非你年报里面本身就是这个要求的 本身就是这样的 否则是什么时候发生 就寄到这个期间就可以了 第五个问题 中期会计政策变更 这个和年报保持一致 就行了 不多说 最后一个大问题 中期财务报告付注 刚才讲的是证表 中期财务报告 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 那么付注也有它的要求 括号一 基本要求两点 付注在披露值 也应当以年初至本中期末 一看到这个大家有点绕 是不是 一会儿这个地方这样说 一个地方这样说 等一会儿我给你归纳一下 这块出题目 你就容易混到一块 那么在披露值 也是应当以年初至本中期末 而不应当仅仅只披露本中期的 怎么理解 举个例子 这些都很抽象 需要举个例子来说明 假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需要编制季度财务报告 比如一级报 在2023年3月1号 假公司对外进行重大投资 设立一家子公司 那么在一级度报表里面 付注里面 您要披露吗 当然要披露了 对我一级度来说 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那么 我要披露 没错 然后在二级度里面 半年报里面 三级度里面 要不要披露 您说那是一级度的事情 跟我二级度没关系 跟我三级度没有关系 我就不要披露 错了 看前面 付注在披露时 应当以年初至本中期末 1月1号至9月30号 比如在三级度里面 一级度的事情 在一到三级度里面 都包括在里面 是重要的 那必须要披露 不能仅仅只披露本中期 你说三级度发生 我就披露三级度 一级度的事情 跟我三级度就没关系 不能那样写 就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 理解了 然后还要花时间 现在你听懂的是吧 那听懂的是一回事 还有消化 还有巩固 要印象加深 毕竟是第一次看这个东西 这个很正常 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 像这些内容 我们都上讲了几十遍了 还是记不住 只是我们判断 稍微比你好一点 就是说 你要让我原文记下来 我是很难的 但是判断这个 判断这个句话 判断对错 我们因为看的次数比较多 可能判断比较容易一些 容易判断他的说法 对错 那这么一讲 这么一讲 后面第二句话 那就能理解了 中期财务报告付诸 应当对 自12年度资产负债比较之后 发生的重要事项 进行披露 那就是从1月1号开始 都要的 哪怕是三季度 也从1月1号开始 好了 其他内容 这个大家自己参考教材 我就不多说了 那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们下面 给大家归纳一下 就前面好多地方 讲到什么 本中期了 年初至本中期末了 我把三个地方 归纳在一起 两个问题 三个地方 一个问题是 报表的编制要求 讲了两个地方 两处 一处是 报表的编制 要增进一个原则 重要性原则 重要性原则 以中期财务报告为基础 不得以预计的年度数据为基础 前面举个例子 这个中期财务报告 要分两种情况 一既包括本中期 也包括年初至本中期 怎么理解刚刚讲过的 你要去看 一遍就听了 然后就又印象了 这个不现实 别把自己高估的不得了 以为自己听一遍 过目不万 咱们都是缠人 第二个是 确认和伎俩的原则 应当以年初至本中期末为基础 财务报告频率 不应当影响年度结果的伎俩 你看到这个 就要想到我前面给你举的例子 就是借款费用 这样在6月30号 编二季度报表时 你必须从1月1号到6月30号 这个期间来判断 你不能因为季度的报告 要印象年度报告结果 在一年里面 你要如果不编季报 在一年里面 你说这三个半月 超过三个月了 肯定是暂停自爆发的 然后你说在编二季度的时候 你说这没有三个月 那么冲突了吗 所以在二季度的时候 必须也是从1月1号到6月30号来看 这一看连在一起 超过三个月了 要暂停自爆发 寄到财务费用里面 接着第二个方面 就是刚才付诸的要求 就是刚刚说的这句话 一些重大投资 要以年初至本中期末为技术 而不能仅仅披露本中期 一季度重大投资 在二季度照样要披露 在三季度也要披露 就这样的理解 好那这个讲完以后 我们下面来做一道题 夏令克向关于中期财务报告 会计处理的表述单中 正确有 A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时 对于重要性的判断 应当以预计的年度报告数据为基础 对错 错 不得以预计的年度数据为基础 B编制中期财务报告时 应将中期视为一个独立的会计期间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应当与年度财务报表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要一致 没毛病 C中期财务报告付诸 相对于年度报告来说 可以简化 是 可以实战简化的 第一 中期财务报告计量 相对于年度财务数据的计量而言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 我前面怎么说的 年报要审计 季报就不要审计了 那从获年报里面 我要实力盘点等等 那季报呢 我可能就依赖于估计 那这个说法是 对的 所以我们最导致的正确 当然是BCD三个选项 好 那么到这儿为止 意味着我们这一章 内容就讲完了 还是强调 这一章都是概念性的东西 文字性的东西 是不是 但是特别重要 因为内容多 哪个地方都考一个题 就两道题 三道题 甚至四道题 这就分数就从四分到六分 甚至到八分 特别多 那么给大家小节一下 第一节呢 自己看一下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里面呢 注意一下 这个猎豹 包括甜点方法 给大家用颜色 标出来的地方 都是重要的地方 因为这一块 我是标颜色的 然后利润表里面 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一些内容啊 结构啊 注意一下 当然这里面要注意一下 那就是 其他综合收的 税后净额的内容 然后现金流量表 大家知道 那就是考虑一些 分类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证标和补中资料 然后第五节 稍微看一下 第六节里面 大家知道 一个是分布报告 一个是关联方 批诺 可能考个例题 那就是两分 是不是 然后今天 最后一节 就是中期财务报告 刚才归纳的那些内容 隔三差五要考一下 我们还是要全面复习 那么这一章内容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下集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